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咱们要把李小木在这方面的特长要运购 他的特长不是只有这些 人家是日本通 而且他那渊远流长 丰富无匹的婚姻史 是吧 这个家伙不得了啊小木 小木是不是对女人特别 你有一手我发现 没有 我只能说建议您这个平台 我来把日本的情报告诉你一点 日本情社 社情的情报 他想知道你个人本身的 我先给你贩卖一下我们中国的情报 你看最近好几个新闻 一个是他们西方的性报 IM总裁这老头 被控性侵犯 说在酒店里能性侵犯 打扫卫生的黑人的这么一个女的 当然现在也有人说是陷阱 说可陷害老头 这不知道 最近还有一个说私奔的 中国有一个也是金融方面的成功人士 跟情人 就是他在私奔没这么高调的吧 就说我们 对你就走吧你 对对对 而且还还要跟投资者交代 而且还在微博上发表这个私奔言论 私奔之歌 是吧 总是春心对风雨 最恨人间泪功名 千古只贵一片情 什么往事如烟挥手行 这哥们挺逗的 在中国什么情报 价格情报 你看来自网络的 二奶括号二爷中介 上海各大高校总代理 价钱都出来了 上海大学 什么1万 什么06级 是不是06 一年是7万到10万的也有 其实没有 我发现因为这张单子 我仔细研究过 你看他遮住了 我觉得中间价钱比较少的 可能是男生的价钱 男生比较便宜 我不知道 当然了 当然镜子比卵子便宜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也看不清楚 为什么有比方说7000到以后 也有可能什么 这是单次的 这个是包年的 对不对 一次多少钱跟一年多少钱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警察抓了 抓了这些是一个 就是中年人 岁数跟小木差不多的 这么一个中年人陈老师 叫他陈老师 陈老师搞的这个东西 但是调查清楚了 他就说 他就说我搞这个东西 是为了我个人结婚 交朋友 据说并没有大学生 真的参与交易 但是当然咱也不知道实情了 是 对啊 小木对这个情报 其实在日本这种 叫中介这种介绍 学生就是原教 原教他在读书的时候 他不是勤工俭学 他勤工俭学 他得到很多钱 要买名包 然后就会 他不会明码标价 但是会有网站 或者这种俱乐部 沙龙 咱们给你做介绍的 这很多 在日本很多 这照咱们说起来 就叫败坏社会风气 可是他们是公开的 败坏社会风气 因为他过了18岁以后就可以 不只是歌舞祭丁 其实像这个色谷 新宿 那些性商品店 看一家比一家大 然后就非常公开的 在做这些事情 然后路上那些广告 小广告 他的色情杂志 多得不得了 其实是因为 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 还是是一个比较压抑的民族 他不是 既不是开放也不是 我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一样 说什么日本有病 你看他说日本有什么病 叫伪装大国 出卖自尊 过分虚伪 欺凌文化 先说说性文化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无言产业 日本还是挺规范的 特别在购物基金 对吧 他才0.5平方公里的一个地方 有5000家 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商店 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玩的 堵的都有 然后他只是能规定在这个里面 比方说离学校有多少公里远 或者几公里远 然后拿税定期检查 而且他发迟照 但真正有迟照并不多 那如果说没有这种迟照 他就变相的在做一些性服务 比方说摸摸手 摸摸哪个部位 不是真做什么事 而且有些喝酒的高级陪酒的 根本就只是做的对 你手都碰不到 就只能聊天 只能聊天 所以他喝的文化里面 有一种是跟性有关系 有种是没有关系 我看过一个报道 他是说其实像有一些日本的酒店 因为他们没有做性交易 但这些酒店的小姐 其实他们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们来的通常都是名人 比方像文涛这样子的人 对 他们横侃而言 你要聊政治啊 聊体育啊 聊文艺啊 对 所以他们其实是比一般人的学识 还要更高一点 那就为什么说日本尚存古风啊 古风啊 那就是这个杜牧他们讲的 十年一决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姓名啊 那个宋徽宗还爬地道 跟李诗诗约会呢 那大家就青楼女子 那个时候啊 青楼女子啊 是女性当中 那就是当时社会的文工团 你知道吗 是女性当中 唯一受过点文艺教育 一般一般 你要是做老婆的那种 就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在古代呢 所谓这些文人雅士 他们上哪儿玩呢 对吧 上哪儿开心呢 他有这么一些李诗诗啊 什么一些这个 还有柳儒诗啊 那比一般的家庭妇女文化水平 那是女性知识分子 没错 寅师作妇啊 甚至还参与革命啊 就很多当时的这种乱党啊 就在这个里边去聚会啊 就是这个 你像日本的高级廖亭 他那些服务生 都是非常有修养的 包括日本的银座 包括新宿的一些高级的 陪酒俱乐部里面的小姐 一流的小姐是要订杂志 订大报 就是来的这些男人 他们聊的话题 他要能够搭得上 要能讲得出 而且你讲得不准确 我还可以帮你纠正 所以他来的 不单纯是喝酒开心 还揉揉包包 还可以得到一些家号 这是他们 什么叫家号 就是给他的这些信息量啊 信息量 对 信息量叫家号 不是 不是不是减号 不是单纯卖一个笑 卖一个酒水 其实真正性感的女人 在我看来 就是他不仅要漂亮 身材要好 就是可能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最重要是他脑虚里面要性感 这个脑虚性感 你就要读书啊 你要看东西 只看看电视跟人家都一样的 你就没有 脑虚 对的 脑虚里面要性感 才能加号 对 才能加号 对 我真是 这好保持乖啊 我没有 我懂的事情不够多 对 但其实那日本这方面是其来有致吗 还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像这些明码标价的东西特别多呢 比方说介绍 介绍 介绍 当然他是见到人 因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法律不允许 不能公开 实际上很多网上有 可以圆交 对吧 然后可以见面 举行party 其实后来是 当然你们见了人也会再讲 因为你公在网上 那不是马上就被抓了吗 事儿没做成就被抓了 所以日本艺人在综艺节目里面说的那些联谊 其实是性交易吗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 我吓到啊 那日本警方不打击吗 他合法的呀 我们跟我们同样 对啊 只是介绍你们而已 我们自由恋爱可以吧 我有了妻子 我去找别的女人 这不是违法呀 在日本这样不算违法 在台湾这算妨害家庭 对 台湾有这个罪 台湾有这个罪 就原配是可以告 那个女生说你妨害家庭 那在日本没有这个 就是离婚的时候 律师来判 是因为有第三者 那对女人就是完全保护 小孩也给 然后你多的财产 都应该多分给女人 所以在日本 我每次离婚 我都是小孩都带走的 我小孩也留不住 都被太太带走的 因为日本的法律 就是偏对于女性的 不管你有没有生活能力 反正你就作为男的 你离的婚 你就完全要 你要达到这个要求 我一直以为 日本是一个 非常大男人的社会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看到的那些 那些什么书啊 或者是电影啊 什么的 你都觉得日本男生 动辙对女生动手动脚 我们外面压力很大 什么的那种 但是你看 日本人是一种什么呢 表面上看不出来 内心很丰富 也不是 你看村上春树 写的那个小说 是吧 他这么一个作家 每个星期 有一个家庭主妇 别人的太太 到这里 跟他来一个 这个性爱美好的下午 你说的是EQ84吧 对对对 性爱美好的下午 这也是日本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了 然后这个太太 玩完之后 回了家 继续去做他的好太太 你要说清楚 文涛刚刚说的是 小说里面的内容 不是村上春树真的做了 但我跟你讲 你到歌舞基地来喝酒的 很多的日本的作家 都是在那里喝酒 以后把它写出来的东西很多 但他自己也玩 所以我要做作家 我也必须在那里面生活 是啊 很多灵感在里面 你看甚至很多日本的女孩子 他这个观念很有意思 咱们老觉得日本人很保守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闷骚 你知道吗 他不吭声啊 你看很多日本女孩子 周末到酒吧 他去调男人 就调两个男人 甚至看着两个中年男人 今天玩个图顶的 也挺好玩 回去就 玩完了就算了 他寻自己的开心 他不是把自己 真正当一个商品 对 所以说我跟日本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情人酒店 吃饭他也给你AA制 然后去情人酒店 他还给你AA制 哇 是啊 高风亮节 不是 你是羡慕人家了 没有 这个就国情不同 这还是资本主义的腐朽黑暗的角落 你每次都讲这一句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真的觉得 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你知道吗 这个就说这个人类啊 就是跟这个社性的这方面啊 任何国家都没有一个完善的解决的方法 甚至甭说国家了 没国家的时候 人类这事就是一锅粥 那么你看啊 他总是有一个 我觉得不要活在梦里 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反对这个传统价值观 对吧 要是说真是执子之首 与子偕老 能够美好 当然都祝福人家 对 可是啊 不是每个人运气都这么好的 对 甚至大部分人没这么好的运气 甚至就说这个人性啊 我觉得必须正面的对待他 你面对他 就是你比方说啊 人要不要还保留春情 因为你比如说据我所知 很多这个夫妻结婚几年之后 实际上你知道吗 又打光棍了 俩人呢 咱就算模范夫妻 实际上呢 这要是揭开盖子看 他进入了一种无性状态 往往很多情况下是从有孩子开始 所以有些女的还在投诉 弄不明白 这有什么弄不明白 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生了孩子之后 我老公就不跟我同床了 开头说是因为孩子睡旁边 到后来孩子大了 他就一去 但是呢 他有的情况男人还挺老实的 他说我调查他 他在干什么 他偷偷的会看那个黄色视频 色情片看黄色画报 他倒也没有发现有证据 真的去敢去搞外婚外的 但是你看就进入进入状态 而且有的女的 你知道吗 他甚至就会 女的就会跟你说 说这种事吧 这个女的吧 养孩子或者工作繁忙 慢慢的也就不想了 一般到40岁以后 没有就没有 到最后甚至这种欲望萎缩了 他就真的没有 似乎没有这种需求了 可是另一方面 要不要把这个人的人性当人看 如果你尊重这个东西 那么就会出现小木 刚才说的那一大堆的具体情况 好婚外可不可以有情缘 可不可以当夫妻性生活彻底玩完的时候 可不可以分头去找满足 那么这个里面传统的这种嫉妒战友 又怎么处理 这个很难办 这个太难办了 其实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IMF总裁被控性侵犯的状况是一样的 因为为什么会有阴谋论的这个说法 就是不同的国家对看待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含义 比方美国可能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以为美国很开放 但美国其实这方面很保守又严谨 对就觉得有问题 所以那时候柯林顿被搞得很惨 对 但是在法国或者是说在意大利这些国家 大家觉得男生喜欢女生是很正常的事 这个女生这么漂亮 这个女生这么帅 他们怎么会没有情愫呢 不管这个情愫是一下的一天 或者是一年或者是一辈子 但他有了你不能否定他 我觉得欧洲人是比较尊重这样的事情的 可是在美国就会觉得你有问题 没错 所以你就不同的文化就会造成了不同的解读 也会造成不同人的压抑感 我觉得像你刚刚问的那些问题 可能在欧洲就觉得没有问题啊 你怎么了 你很辛苦吗 不会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都很开放 大家都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这很自然的事情 很多根本就不觉得 哎呀怎么会这么觉得很惊奇 我觉得你们人很压抑 这个其实啊我跟你讲啊 他是需要感情的节制的 对 感情的节制 其实我老觉得中国人不善节制的 对 一个什么叫感情的节制 比如真像他说的那样 好比说两个人他有个情人 然后这个情人长大了 他还是送他一笔钱 让他去找他的真爱 找他的归宿 对 爱上了怎么办 不能杀手怎么办 不能杀手 你前面你必须离婚 你不能包二来的形式去做 所以像我这样的节累离节累离 才会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还是负责吧 就是对每个人都要负责 对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负责 不是 我必须要说 这真的是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你也要看原配的选择 因为有的原配就是 没关系我什么都不要 我就守着你 跟你的小孩 然后我就可以过着什么都不要的生活 没关系你在外面怎么样 我都不管 有的人是只要这样就好 日本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随你拦着到外面去准备 只要你把 因为日本的公司的钱 是给太太的账号的 不是你自己没有账号的 工资 反正你把家里安东好 你该什么时候回来 你自己觉得你就什么时候回来就可以了 他搞不好在外面 他做自己的生活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种情况夫妻 你看这个跟西方又不一样 西方是说要不爱了就离了 对吧 为了爱情而去结婚 但是在东方 我们把家庭看得也不见得非跟爱情有什么关系 因为亲人 东方人觉得已经是亲人 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 真的是工作事业生活共同体 都联在一起 这个公司两个人共同创办的 有的时候你要打散了 事业都垮了 那么如何协调这个里面的问题 没错 因为这个男女之间不仅是一对夫妻从恋爱开始 恋爱了以后才有情 所以叫爱情 可能还有什么别的爱 都在里面 但可能爱没有了 但一定会有情 有了情以后怎么样维持这个家庭 你就必须要 不仅是生活上的一对 然后你工作上也是一对的话 你就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新闻 都要说失奔了 我看他是工本 肯定是为了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公司的炒作 搞成影响 肯定是这样的 要不然他干嘛在这 发一个公开的帖 我走了 干嘛写那么优美的诗 这引起人家的关注 他以后的投资回来可能会更多 我觉得这样的 我是真的没想这个事情 安排人的这种方式不一样 他干的事情太多了 想全世界人民宣告 哥们笨了 那就是工笨 那干嘛宣告干什么呢 对吧 你像我这样 也不跟谁打仗 我就跑到日本去了 那你就可以了 对你爱干嘛干嘛 你爱离婚离婚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也没关系的 阿宝我问你 假如说有一个男人 他是那么样的优秀 那么样的好 以至于呢 你不得不要跟另一个女人分享 你接受吗 我不得不跟另外一个女人分享 不是就是他有老婆了 或者说都没结婚 但是呢 他就有两个女人 你是其中一个 但是呢这个人呢 好 你比如有的女的就说啊 我宁愿要一个最好的一半 我也不要一个non-try 就是他就觉得这个男 他太爱了太好了 我宁愿跟别人分享 我也不要那个 那个其他的 其实有时候选择不见得在女人 你知道吗 没错 一个霸档拍不响 一个霸档拍不响的 有时候是男人的选择 男人就觉得 我为了要证明我有多爱你 所以我必须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 那有的男人就觉得说 其实我不用证明 但我两个都爱 那你们就乖乖的 那是他的能力 他搞定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你问 我觉得你问我一个人是不准的 一定是 他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你也要看看他有没有本事搞定你 就是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嘛 我到底他 我不要说贪图 我喜欢你什么嘛 对我要的是爱呢 还是我要的是其他的东西呢 如果我要的是爱我就要想 爱是不是可以分享 我就重新想这个问题了 爱是绝对的占有 还是我希望他开心 没错 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最开心 这才是爱的真谛嘛 要不然 要不然我只是把他框在我身边 但他不高兴 如果他也爱别人 那我就会觉得 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状况吧 但如果因为这个状况 我不开心了 那我就选择走啊 这不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不过问他 如果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我是个女性 但我肯定是男性了 就是说我不可能在同时间 就是会去喜欢上两个人 或者这个平衡 那根本都不叫爱 那就是玩 如果真爱只能有一个人 只能是一个人 哪怕是只有一段时间内 单位时间内 其实往往要 你要够说你爱他 往往是对一个的 另一个也是感情 但不一定是那种劲头 没错 在一段时间三年 比方说四年 是吧 再更长一点 但一般没有那么长的爱 爱得失去回来不可能 他一定是有别的事情 有亲情啊 还有儿子啊 还有小孩啊 然后将来还有事业捆在一起 这样的家庭才会长久 哦 这就是小木儿今天的状况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你看啊 东方跟西方又有个不一样 当然我也不了解西方 西方说的这些事啊 还是好像比较独立 但是你看东方 这个背后 你像他讲原交 或者什么 都有一个经济上的 互同有无的关系 你说有些情况下 这个老男人也是真的爱这个女孩子 处出感情了 可是实际上他的经济基础 他的基础是经济基础 没错 对不对 那你这个男的就要很要努力 你要想找到爱 也想找到比自己年轻很多的 你没有很多钱拿出来 他拿什么去等价交换呢 他觉得好轻松哦 所以他非常要努力 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赚到这些钱 如果在日本 他一定是拼命去做这件事情 在中国是怎么弄到这个钱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贪官多 就是因为这些女人身上出的事 这话说的不公平了 如果他的信息很公开 很自由的话 他已经发泄完了 他不用去为了一个女人 不禁管一个人 还管他全家 哥哥姐姐 所以他要贪污很多钱 去迷这个洞 没有呢 我觉得是他自己贪心 对 如果你本身对于你 你有的东西 是感到满足的话 你就不会奢求想要那些 你根本达不到 甚至需要犯法 犯法杀 他要拿到的事情 别来在女人身上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这个事是他本身 没有金刚算 本懒得慈起活 对 小莫你看 都成金刚算了 他我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民事里的人 对 审舍事情都是其来有之 而且规矩都在里面 只是你看不看得到他而已 但是我就觉得 总是你看 要不说很多语言 人都是反着的 你发现没有 一般人老是讲下嫁 对不对 感觉这是女的干嘛 其实你看威廉王子 结婚 那都是攀高筋 一般都是女的攀高筋 这个里边是有爱情 可是你从经济学上来分析 作为一个大多数的情况 往往是互通有无 男的通常钱就是比女的多 尤其在东方民族 我发现这你不能不承认 爱情是真的 但是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 其实有些时候 我就觉得你也不要想成是买卖 真的就是说 这男的钱比女的多得多 难道他忍心让这个女的 挨饿受动 挨饿受动吗 你说这个难道这女的 就真要叫完 就不接受 我就要饭 我就是跟你好 那这个也不自然 是 也没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取所需 对 你还说到原教 各取 不是 就是你套我 接着下来魏宁播出 珍宝总动员 你其实套的一个就是我必须 对 大家各取所需 资源重新更多